瘦肉精风暴延烧到航空业 包括华航 远航 长荣 复兴等业者的飞机餐呢 现在都是禁用美国牛 也改用牛澳炫去台湾牛 也不卖了牛肉餐 另外长荣更是新建实验室 不但可以验出瘦肉精 就连塑化机跟三具清安都能验出来 瘦肉精 禽流感风暴延烧到了航空业 各家业者纷纷采取最高标准 台湾起飞的国际线飞机餐 全部禁止使用美国牛 那个牛肉的来源是没有美国牛了吗 华航强调台北高雄出发的航班 空除禁用美国牛 只选用澳洲牛和台湾牛 步行航空一样 只选用澳洲牛肉 长荣航空更是大动作新建实验室 检验标准是传统的千倍以上 不但可以验出瘦肉精 就连塑化剂 三具清安等物质都可以验出来 华航则是吃得到猪 鸡 海鲜等餐 但就是没有牛肉餐 至于勤留感 华航也说鸡 鸭 鹅等肉品 蛋类 和调食都会加热到75度以上 跟附上检验证明 大动作自清 就是为了避免乘客疑虑影响商与 总体学员陈进熊染相陪台北 怎么的